半导体当然是属于伪禁品了,可是耗子里的伪禁品很多,包括那些跑号大拿门家里人给烧进来的熟肉,香烟,刮脸刀片等等,统统都属于伪禁品。 这些东西在查号之前,一律放在四号,四号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储藏室一样,设计的也是窄窄的一条,没有窗户,没有铺,很适合藏匿伪禁物品。 一号和二号是一个大通箭,里边插着两千瓦的大功率的电炉,里面放着米、面、油、盐等等等等,这里呢,便是王德志的工作室了,厨房。 三号空着,五至十三号住着犯人,十四号呢,也是一个储藏室,专门用来放犯人们每月一次购物的时候,采购的带有铁皮或者是玻璃外壳的食物,包括水果罐头,午餐罐头,豆豉鱼罐头,梅菜扣肉罐头等等等等。 当然了,还有耗子里因为空间不够,放不下的城乡的方便面也放在里面。 以前的状况是这样,哪个犯人想吃自己买的午餐肉罐头了,就趴在窗户上,等着西城乡过来的时候笑脸相告。 如果西城乡看这个人顺眼,就会在十四号库房里用老虎钳子,改锥等,打开罐头盖,给这个犯人倒进饭盆里边。 如果西城乡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他的罐头可能就是三个月也吃不到嘴里边。 西城乡呢,还会炫耀着自己的发达的公二头鸡,恶狠狠地告诫他, 草里妈的,没看老子正忙吗? 茅房在院子的最顶头,耗子里的人放完茅以后,跑号就要把茅房扫得干净,毕竟干部也用这个茅房。 西城乡走了以后,那天我上完茅房见没有人动手,便连忙自觉地把茅房打扫干净了。 厕所的旁边还有一个阴森恐怖的大屋子, 进门的墙上挂着四五套小号和中号的脚料, 大号的因为太重,没有办法挂,只能堆在地上, 而且最重的一套死料足足有四十八斤, 这便是上马街的镇所之宝。 砸料呢,由跑号大拿之行, 至于到底给死刑犯们砸重料还是轻料, 这就要看他们平时和跑号的关系处理得如何了。 除非是有干部们专门吩咐对某个人用某种料,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是很少出现的。 脚料的旁边还有一盒粗细不一样的锚钉, 当然了,也有大铁锤,铁仙,斧子等等等等。 这些阴森恐怖的铁系占了整个大屋子的三分之一的空间, 另外的三分之二的空间是更加阴森恐怖的。 那里堆放着多年以来被打靶的外籍死刑犯的遗物, 一般的都是一些被褥、衣服,一人一个白布包, 上面写着名字等待其家属领走。 尽管没人领走的白布包太多了, 可是由于这都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人物品, 没有人敢把它们扔了。 由于白布包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年代太久远的原因吧, 小山不断地散发出一股股的恶臭。 这间大屋子里没有灯, 外面的光线也只能照到门口, 而黑幼幼的遗物小山一样地静静地矗立在里边。 饶恕胆大的西城墙没事的时候也不敢进去, 除非呢, 时有犯人被打靶, 或者是预计他极有可能被判刑打靶, 必须要开门拿料, 绞仙铁锤等等的时候, 西城墙才会进去。 进去以后呢, 也是拿上东西马上就走。 据说, 有一次西城墙拎着脚料往外走的时候, 突然衣服被什么勾住了, 他的脸顿时吓得就煞白, 根本就不敢扭头拼命地往外冲。 结果, 直到西服领子被撕裂以后, 才跑出来。 可是, 当时的屋子里并没有什么铁丝之类能勾住衣服的东西, 只有墙上挂的脚料, 就算风把脚料吹起来勾住衣服吧, 可是, 什么风才能够吹得动脚料呢? 台风, 还是阴风? 狄浮的鲁宾逊漂流记一开始, 老克罗伊斯内就告诫不安于现状的儿子。 世上的人分上中下三等, 每一个等级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 生活在下等人中过上层日子是最幸福的, 而生活在上等人中过下层的日子则是最难受的。 刚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还不大理解, 可跑号以后, 我就立刻了解了。 以前在耗子里边, 我属于下等人中的上层, 在幸福中一天天的熬着, 而跑号以后, 我就沦为了上等人中的下层, 最为难受, 最难受之处要体现在吃饭之上。 早饭的玉米糊糊, 跑号大拿, 一般那是不吃的。 年纪大的有钱人都讲究养生, 就算是身在看守所, 那也是一样。 他们喝着家里人送来的牛奶, 吃着面包、蛋糕, 津津有味, 慢条思理的。 而我, 只能端着一盆稀糊糊, 不自在地一勺一勺地咬着喝。 午饭的菜汤馒头, 跑号大拿, 一般只要馒头。 配以王德志炒好的肉菜, 每人一份, 那已经是相当的可考了。 还有人要锦上添花, 在家里家里送来的熟牛肉, 食令小菜滋润的是一塌糊涂, 而我呢, 没钱凑份子, 自然那是没有的。 我只能端着一盆菜汤, 就着馒头, 很难看得悄悄地啃着。 晚饭的菜汤窝头, 跑号大拿, 那一般是不吃的。 除非哪天, 心情来了, 看着那窝头, 黄灿灿, 煞是几人, 老头们也会拿过来一个, 掰小块尝尝鲜, 一边称赞说味道不错, 一边强调着养生之道, 说什么不能大米细面, 大鱼大肉, 应该适当地补充点粗粮, 而我呢, 只能端着一盆菜汤, 就着他们说的粗粮, 在一方尴尬地低头咽着。 于是, 一日三餐, 书开打牙剂, 我只能听别人在自己的耳边细嚼慢咽, 只能狼狈地假装低头看书。 嗨, 只有书生, 才能够正经八百地看书, 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当然了, 也总有人客气地让我吃点他们的东西, 但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只能婉言拒绝, 说我不太喜欢吃肉, 因此, 我伪装了许久的素食主义者。 我深深地感到了没钱所带来的巨大侄辱, 当别人大块躲一时, 我无法做到视若无物, 因此, 每次跑号大拿开饭的时候, 对我而言都是一种侮辱, 那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一种震撼心灵的羞愧。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时至今日, 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 还是久久地不能释怀。 多年以来, 跑号之初的这段困顿的日子, 成为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可就像屈辱的近代时, 我们不能回避, 唯有铭记耻辱, 这样, 才能够激起求生的欲望。 我有了这段耻辱, 才刺激了我日后更加的发愤图强。 不过, 还算幸运的是, 在自尊心受到打击的跑号之初, 我得到了王德志以及老刘的关怀。 老刘的嘴比较碎, 爱搬弄是非, 但是, 一旦他对你好了, 就不会再发现王德志给我吃了一些, 不出分子的钱的好东西的时候乱嚷嚷。 而且每次开饭, 我协助黑妞推饭车的时候, 老刘总是积极地跑出来帮我, 他把六号的馒头按每人一个领回去, 再帮我端菜汤。 跑号大拿的饭量都很小, 有时候一个馒头还吃不完的, 养王德志, 基本上就不吃, 于是这些馒头就成了我的了。 其次, 在帮我打完饭, 封了各号的号门, 回到六号, 无奈地喝菜汤的时候, 老刘呢, 也会恰到好处地, 讲一些恰如其分的话, 以化解我的尴尬。 老刘还经常悄悄地把我叫到四号, 把家里送来的蛋糕点心封给我吃一些, 虽然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委婉地拒绝, 但是作为回报, 我包洗了他的衣服, 并且督促他勤患内衣内裤, 以利于身体健康。 他洗澡的时候为我搓背, 他偶感风寒的时候, 我为他端水送药, 他有痔疮, 内裤上常常染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我打心眼里毫不嫌弃, 试想, 如果父亲的内衣裤上染上了些脏东西, 我会因为嫌脏而不洗吗? 王德志对我, 那就更不用说了。 当他看到老刘极力地恩惠我后, 便暗自地偷笑, 他告诉我, 就让老刘在明面上帮我, 而他在暗处帮。 王德志做饭的时候, 原来帮厨的那是西城祥, 现在是我, 我帮助他做一些拨松拨蒜, 洗碗和面, 鲨鱼仔鸡的杂伙, 王德志总是很牛气地对我说, 怕个球, 我做饭的时候, 手稍稍紧紧紧, 把你的东西就紧出来了, 只要你跟着我, 还愁眉你好东西吃。 我年轻勤快, 理解干部的意思也快, 在王德志的刻意调教之下, 我开始逐渐地接近原来敬而远之的管教干事, 也开始了服务他们的跑号生活。 服务干部在跑号大拿中, 那是很高的待遇, 就像太监, 如果你是个专门祀后圣母皇太后的, 那在太监堆里, 自然是眼睛长到头顶上了。 早上, 前一个班的管教干事起床之后呢, 我给他们倒好温度适宜的洗脸水, 刷牙水, 趁着他们洗素的时候收拾他们的床铺, 之后端来王德志为他们做好的早饭, 一般是牛肉面, 青椒肉丝面, 鸡丝香菇面, 鱼片木耳面, 荷包蛋钙面, 等等等等吧。 值班的干事吃完以后, 我为他们倒好茶水, 就赶紧地去洗碗。 洗碗之后, 当天的值班干事就来了, 又是一轮的各色面点。 上午九点多, 王德志呢, 把今天的菜钱交给某个值班的干事, 建议他该买些什么菜, 十点左右, 菜买回来了, 我们就开吃准备干事们的午饭了, 当然, 也包括讨好大拿自己的饭了。 十一点半, 耗子里就开饭了, 打完饭, 封了耗以后, 王德志就开始动手炒菜。 干部们吃完饭, 我开始收拾桌子, 一般已经接近一点了, 这时候就该轮到我和王德志吃饭了。 王德志炒干事的小锅菜的时候, 会故意多做一些, 做红烧瓦钙鱼, 五斤重的草鱼, 每顿载一条, 做口膜鸡丝, 口膜一斤, 鸡丝一斤, 油水还得特别重, 美其名曰, 说干事们辛苦了, 要保证干事们的营养。 干事们当然也不是饭桶了, 当然就吃不了这么多的菜, 于是就便宜了我和王德志了。 那可真是大块朵鱼, 满口鱼香啊。 不必的恪求, 我们吃的是残羹剩饭, 在上马街的耗子里, 能够吃上干部们的残羹剩饭, 不仅能够保证 维生素, 蛋白质, 脂肪等等营养的摄入, 更是地位的象征。 其实呢, 也没有必要笑话, 这是干部们剩下, 里面会有什么唾沫星子如何如何的。 你回头好好的想一想, 假如你是在社会上的饭馆子里, 请干什么吃饭, 不也是你一筷子, 我一筷子吗? 你送到嘴里的红烧瓦盖鱼的鱼块, 或者是口磨鸡丝, 不也是有干部们的唾沫星子吗? 啊, 物求所谓, 王德志告诉我, 那几个老头, 想吃还吃不上干部们的唾沫星子呢? 我们吃完饭, 回到耗子午休的时候, 王德志会打开半导体, 听评书, 耳机呢, 他用一个, 我用一个, 我经常是听着听着, 那就睡着了。 下午的日子相对要悠闲一些, 我们几个人躺在铺上, 胡贫乱砍着, 老刘等经纪犯会戴上老花镜, 翻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材料, 或者是苦思冥想着, 或者是与其他人一起推敲商榷着, 看看哪里还有什么漏洞, 以防开庭的时候被公诉人或者是法官抓住把柄, 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德志准备什么材料, 有一次忍不住问他, 他呵呵一笑, 拍了拍, 地方支援中央的秃头, 都在这里头呢, 准备的越多, 自相矛盾的地方就越多啊。 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准备晚饭了, 干部们的晚餐一般都得喝点酒, 也不贵, 就是几块钱一瓶的高粱百, 通常还会留个四两左右, 让王德志拿回六号和几个跑号一起喝的, 我不喝酒, 但是其他人都爱喝, 可能和他们在社会上每天都离不开酒厂有关吧, 王德志呢, 还属于嗜酒一类的, 经常嫌几个人一起喝四两酒不够, 便悄悄的用自己的钱请孙干事或者是刘干事另外买, 然后自己偷偷的在厨房里自针自掩着。 下酒菜, 除了干事们吃剩下的小锅菜, 还有老字眼, 啊, 咸鸭蛋, 豆腐干, 榨菜丝, 花生米。 看着王德志摇头晃脑的惬意的样子, 有时候我也会尝尝一小杯, 可是实在是不觉得酒是什么好喝的东西。 晚上十点左右, 干部们过来封了六号, 早上六号开门, 王德志呢, 有时候想多睡一会儿, 我就出去放毛, 看着犯人们一个个满脸堆笑,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鱼贯而出, 鱼贯而入, 还别说, 还真有点居高临下, 高人一头的大拿的感觉。 跑号大拿, 每人每月要交分子钱, 八百块左右, 我除外, 一共伙食开支, 每个人需要买些什么, 还得另外的出钱。 每天的公共开支, 由王德志记长, 其他任何跑号大拿都可以随时查账, 有时候, 账上的钱, 估计是支撑不到下个月的时候, 王德志就会要求每个人再交个三五百步等着。 凭他呢, 智慧的经济犯的脑壳, 想捞钱, 根本就不会从这里做假账, 他只需要, 像耗子里的大拿大油, 多卖几顿饭菜, 那就是盆满钵满了。 比如, 某天管教干事, 想吃香酥鱼了, 然后呢, 他就跑到各号了解, 有几个大拿大油想吃鱼, 然后按照一碗米饭, 一盘香酥鱼, 四十块钱收费。 只不过, 当天买菜的管教干部, 要辛苦一点了, 要多带回几条鱼来。 一碗米饭, 一盘香酥鱼, 收四十块, 按说, 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 大拿大油们, 当然不是我们这帮囊中羞涩的书生了, 只要能吃好点, 根本就不会在乎这点小钱。 于是, 在王德志的带领下, 四间的业余饮食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与此同时呢, 在王德志的大力引荐之下, 各号的大拿大油们, 积极地找管教干事谈心, 名为汇报思想, 实为呢, 写个明信片, 让家属送钱。 而亲人看到写的明信片以后, 得知, 亲人在拿上钱以后, 可以在耗子里边少受一些苦, 家属们无不感激替灵, 感恩戴德的。 当然, 那是有求必应了。 如此一来, 耗子里的大拿大油们笑了, 王德志以及跑号的几个老头也笑了, 我躲在厨房里也笑了。 当然了, 跑号大拿需要干的杂活远非如此, 不过, 此时跑号的另外几个老头, 或者是由于年纪大, 说话含糊不轻, 坐视拖泥带水, 或者是由于王德志在干事面前浸柴言吧, 导致他们备受冷落, 只是由于他们有着稳定的充足的财政来源, 而且都是有关系的人, 王德志呢, 投鼠忌器, 还不便于蛊惑干事将他们全部都打回耗子里。 因此, 跑号大拿的职责所需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那是由王德志和我全部给包了, 而我呢, 做的杂活也就更多一些了。 比如, 四肩经常有犯人要被打把了, 或者有可能被打把, 在接到判决以及干事的下令以后, 我便会从后面的大屋里突出脚料, 搬出铁锤铁鲜, 毛钉等等, 脚料从院子里边一路叮铃当郎的拖到干事的办公室的门口, 在哗啦的一下子扔到地上, 声势夺人呐, 量你是再大的大拿大油, 到了上马街的耗子里, 听到这种气壮山河的声音, 也要胆战心惊地寻思寻思自己离大县还有多远。 脚料两端, 圆孔套住死刑犯的脚踝, 毛钉穿进街口处的两个眼里边, 下面垫上铁线, 上面这头由王德志用小铁锤压着, 我错了个错吗? 抡几大锤, 叮当叮当几锤, 就搞定了。 攒好脚料以后, 我会从厨房的橱柜里取出一根粗细合适的土铐给死刑犯锁上, 如果死刑犯是个明白人, 我会想方设法地为他准备好一根结实的布条, 以便让他绑在脚料中间的一个环上, 走路的时候拽着布条, 把脚料提起来, 行动也会方便一点。 当然了, 这个布条也是伪劲品, 怕死刑犯用它来自意。 每个男奸各有各的型号的脚料, 而女奸有两三个小号的一部料。 跑号两年多了, 我只去过女奸给死刑犯砸过一次脚料。 当时女奸还是江干事值班, 那个女刑犯被吓打死刑的判决以后, 恰好女奸的脚料用完了, 江干事要向老天借一条, 于是我和王德志就抱着全套的家伙事过去帮忙了。 女奸的干事办公室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的女人味, 墙上高悬着井棍, 同样是触目惊心的, 院子也小得多了, 每个耗子只有五六个人。 那个女死刑犯坐在地上, 小碎, 枯手, 是一副可怜巴巴的农村妇女的模样, 她因为伙同肩肤下毒, 害死了丈夫和婆婆, 自此, 两个野鸳鸯将共赴黄泉了。 杂脚料对于我们来说, 那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况且, 这心如蛇蝎的女死刑犯并无姿色, 不值得我们多看一眼, 相反, 值得多看几眼的是耗子里的其他人, 那些面容较好, 身段不错的少妇模样的女犯, 不过, 此时的女犯们并没有心思和偶尔才能见到的男人, 王德志和年轻高大的我眉来眼去, 他们眼泪汪汪的大眼睛都聚焦在我们手中纷飞的铁锤, 又惊又怕的是何不拢嘴。 听众朋友们, 欲罢第二十五集播讲完毕, 我们的主人公终于体会到跑号的辛苦和跑号的生活。 之后, 他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监狱之中, 他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 欲知详情, 请听欲罢,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